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人生少年 這一集我們要教大家是如何挑選砂輪機 講到砂輪機基本上其實我非常多的廠牌都使用過 有非常好的也有非常爛的 最古老的然後一路到現在最先進的 那今天跟這一集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說 你在買砂輪機的時候你要注意什麼事情 不管是買全新的還是買二手的 不管是買傳統式的有碳刷的還是無碳刷的 到底可以怎麼樣選的砂輪機 那說到我的人生第一台砂輪機呢 其實是來自於我的父親 我爸爸他們以前就是因為有做過很多電鍍工廠 做過一些傳統產業啊 然後所以他那個時候就有留下了 一台鋁殼最傳統式的砂輪機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狀態 基本上他已經沒有在使用了 他現在留在身邊的衣衣就做紀念 畢竟第一台砂輪機 那在當時的那個砂輪機呢 他在開口的時候他是必須要用一個插銷 插住裡面的這個固定座 然後再用板手去換 他才能夠換你的切片或抹片的 所以他的背後呢 並沒有像我們現在擁有一些按鈕 就是按下去就能夠鎖定鎖片的按鍵 那到了第二台砂輪機呢 記得應該沒記錯的話 17歲還是18歲的那個時候 那那個時候因為喜歡改車 喜歡改各種檔車 我跟你講就是黃金年代 就是KTR 野狼 然後雲豹 FDR NSR 就是那個時候改車的年代 然後那個時候我原來當摩托車的那種學徒 所以就去買了一個自己的人生的第二台砂輪機 第二台砂輪機那個時候就是因為爸爸以前he touch 所以你就接著he touch 基本上就是每天做一支研磨的工作 真的很慘 就是你每天就是出來人就像雪人一樣 然後每天白白的 然後黑黑的灰灰的 就是各種研磨 不過在那個時候也奠定了一些 對於 材料上面的學問 或者是對一些研磨技巧上面的基底 那當然到了 我十幾歲那個年代呢 其實砂輪機他開始會改用塑膠殼來製作 所以他的重量都會比傳統式的這種還要輕很多 那當然你手持上面你會比較省力 那後面呢 就開始有出現了這種可以鎖扣的動作 所以就很多老師傅會這樣扳 對這是不能說的秘密 大家不要這樣學千萬記得用扳手拍 不要學這種動作 這是很危險的 是不對的 我的第三台砂輪機 第四台砂輪機 第五台砂輪機 就一路開始砰砰砰出現了 他大約是在於 06年07年的那個時候 那時候剛入行 所以那個時候就買了這台砂輪機 Makita的那個時候因為身上真的沒有什麼錢 就是幾千塊錢 然後有一位我的先輩呢 就叫文哥 然後他就騎著摩托車 到處很多的五金行去比價 一路找找找 結果文哥突然講了一句 我跟你講買Makita就是要買日本的 然後我們就翻到了這個 當年在2007年製造的 最讓我們開心的就是生產地 就是日本 古早師傅有個傳說 就是你用日本的機器鎖上去 然後你用大陸機器是踩不下來 就是日本機就很耐操 那他其實從07年到現在 已經2019年我從來沒有中斷過使用他 所以如果當今天你去買一個新的機器 或者是你買二手機的時候 尤其是你買二手機器 你千萬要注意他的外殼到底有沒有重新被拆過 運轉的時候 你要聞聞看他有沒有一個塑膠味 如果他今天聞起來有一個塑膠味 千萬不要買 接下來要注意的就是他的開關方式 那有些的開關 他是在下面的 有一些品牌的開關 他是在往旁邊推或者是往上推的 上推式的 像這樣 那有一些他是像板機式的扣板機一樣 所以你也可以依照 開關啟動的方式去選擇 你比較順手的方法 來去手持殺人機 從一個年代開始之後 他開始出現了無刷的殺人機 所以如果當你今天你的殺人機 旁邊有這樣子 黑色的小洞洞的時候 如果他今天突然在運轉的時候 他不會動的時候 你要可以把它拆開檢查 這東西叫碳刷 你可以拿來一字起子 轉開他 然後裡面呢 會有一個小彈簧 小彈簧的裡面會有一個 小小黑色的小方塊 登登 This is 碳刷 基本上呢 他就是能夠幫助導電 你殺人機啟動的時候勒 最重要的關鍵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殺人機用一用 他突然不動了 或者是他突然 明明轉到一半 然後突然轉到半停下來了 千萬不要把它丟掉 不要那麼浪費 你也不要送修 被人家賺一大筆錢 不肖業者 有一些就很好心 會幫你換碳刷 那第一個檢查就是 你的碳刷是不是已經快被磨光了 如果你真的在趕工作的話 你可以碳刷稍微反個方向 再撐一下下 然後等到下班的時候再去換 那包含了Panasonic啊 德偉啊 或者是Makita啊 那Miwaki啊 他們其實都有推出非常多 又方便的手持電動工具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他的旁邊就已經再也沒有 碳刷的這個 裝置了 因為現在都已經走到無刷的年代 他的力道會更大 那又更省電 當然使用上他也會更安全 因為沒有火花 如果今天你的殺人機一啟動的時候 他的機器很像在 八字型的震動或炫動的話 他有可能是他的軸心歪掉 那這個時候你就不要買了 電池式的手工具 他已經變成現在的主流 你可以想像 如果今天我要切一根鐵 我要先拉延長線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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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 接我們的電源 然後再一路到那邊切鐵 切完這根鐵呢 你要把它拔掉 然後把電線收收收收收收起來 不過除非今天你是一個非常長期的作業 一直蹲在同樣一個地方 一直不斷的使用工具的話 那可能插電式的還是會適合你的 所以大家各自考量 可以依照你的工作需求 或工作方便去選擇 你要充電式的 還是你要插電式的 充電式的真的很爽 你依通過之後你就再回去 喔 氣動式的 關於氣動式的這件事情 我們會在 教空壓機的那個階段會教 氣動式它也是一種 驅動的力量 那也是一種工具機 在某些產業上很廣泛使用 這個有東西我們 之後會教 那如果你像我一樣 已經買到現在 買到不知道第幾台砂輪機了呢 一定會跟我有一個 一模一樣的問題 就是 你會有一大堆的板手 不同的板手 然後不同的 品牌 它雖然都長得一模一樣 但是其實它的尺寸呢 其實都不太一樣 我們其實就會偷偷的去買這個 V型小家具 它能夠幫助你在不同的品牌上 去調整 每一個洞的尺寸的大小 今天不管你是 Makida 是Mewaki 還是你是3M 還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品牌 你都其實能夠用這種V型 去調整 它中間的恐懼 就可以比較好拆裝囉 記得不要用手去轉 好那當然大家也可以注意到 在砂輪機旁邊 都會有一個小洞洞 它能夠幫助你做一個 輔助感 所以當你在研磨 或是今天你在切割的時候 其實你是能夠靠這個輔助感 去維持 砂輪機的振動的頻率的 那科技呢 一路走到現在 有非常多的品牌 他們都推出像這樣子的 通電式的 砂輪機 或者是工具機 通常他們同樣的品牌 一個電池都能夠通用在 不一樣的工具機上 不過現在限定於同品牌 至於其實現在 Mewaki它本來就是一個 在手工具產業 其實非常高科技走在很線端的 雖然它在華人地區可能並沒有像在歐美國家 這麼樣的有名 其實他們的 啟動裝置啊 或者是 他們的安全設備都做得非常好 像它這是板機式的 不過你這樣子壓它並不會啟動 它要有一個安全裝置 手往上滑 這樣子 那你再往下壓 這樣子才會啟動 砂輪機它也越做越安全了 它甚至有快速停止的功能 我一放掉它就馬上瞬間會停住 稍微有一點 卡組式的感覺 它也可以幫助你如果真的被捲入了 你一放開 它才不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其實讓我最震撼的一件事情就是 它的護蓋 大家千萬要記得在你拆掉砂輪機前 你一定要斷掉你的電源 或斷掉你的那個電池 這是很重要的 它的護蓋啊 它是這樣子調整的 有沒有 我們在以前傳統式的護蓋 如果今天我要調整我的護蓋 我必須轉動一下這個十字 然後你要把它解開 你才能夠調整位置 他們這個品牌最厲害的一件事 是這個按鈕 往下按 你就能夠調整你要的位置囉 是不是很厲害啊 那如果今天你要把它拆下來的時候 鋼紙拿下來了 然後這個放進去 它還沒有扣緊嘛 你只要壓住這個鈕 然後往這邊轉 它馬上就扣住了 而且不會掉 拉不掉 那這個護蓋呢 真的是我覺得非常厲害又非常棒的設計 所以當你在切割或在研磨的時候 有一些你調整不到的角度 你不用再拿那個十字板手 你只要用手這樣子 扣住它的活動板 往上轉 你就可以調整一個 每次你要切割不一樣的角度 所以大家還是要再提醒一次 不要把護蓋拆掉 現在的科技能夠讓你非常方便的使用護蓋 安全最重要 這是我們這個頻道一直在跟你強調的 以上呢 砂輪機有這麼多種的形式 那還是要依照你的預算 跟依照你的習慣 去選擇你喜歡的砂輪機 特別要注意如果今天你買二手的話 你要記得 它的殼有沒有被拆裝過 它是不是已經AB套件了 那甚至其實坊間有非常多仿茂的 砂輪機 這件事情大家也要非常的注意 不過呢其實砂輪機一用就好多年 我個人真的是很建議大家可以買好一點的砂輪機 那第一個它是非常安全 第二個它能夠帶來你的方便 那第三個就是 比較好的砂輪機 因為它的扭力也比較大 它的穩定性也比較好 所以你在研磨上或者是你在切割上 才能夠更方便做事 畢竟你也知道一個幾千塊的東西 從2006年07年用到現在 12年了 它還在用 所以攤下來 沒多少錢 充電室的砂輪機 其實你一買我會建議你 就買同一個品牌 因為電池都能夠通用 所以它其實它貴就只貴在第一次 就是你在買電池的時候 那其他後面其實你買空機它們都能夠一體共用 第二種如果今天你可能就真的 一個月或者是半年 你就只用一次砂輪機 那你就為了省錢 麻煩一點也無所謂啦 就拉個線 不過呢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因為現在充電室它除了工具之外 它出了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有趣的東西 不管各個品牌 有一些工地潮流物啊 或者是出一些好玩的東西啊 或者是一些家庭打掃能夠用到的東西 真的非常的有趣 那我們後面再慢慢推薦給大家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教你如何挑選砂輪機 跟你買砂輪機你要注意什麼樣的事情 這也是超人生少年 下次再見 掰掰 首先呢 先讓你的電源線 它不要直接折到 稍微有一段距離 這樣子 抓一個小手掌 一個小圈圈 小圈圈抓好的時候呢 繞過你上面的這邊 有沒有看到 繞過上面你的插板的地方 然後呢 從這個地方 往它的腰身 開始旋轉 打擊 好 插板裡面 插緊 好了 好下班收了 它怎麼收 年紀最大的先收 年紀最大 我81的 我84的 87喔我是說殺人機啦 沒有它是87 87